我就用科普的角度,用证据的角度 其实说真的,美国跟六月球做的阴谋论 不是今时今日它才出现 而这些阴谋论是假的 是错到离大谱的 也是很久了,想不到陈律师和汤文亮 所谓汤文亮博士 说知识水平是低到 还以为阴谋论是什么好新的事,其实是很旧的 最错到离大谱,是基本上很多证据 包括连大陆,他们相信的大陆祖国,连中科院 都是,跟你说这些 登陆月球是假的阴谋论,其实那些才是假的 博取你去的目光 好了,很少就将这些东西放在一开始讲 但因为关于汤文亮真的要讲 当然,这些不少人都说过 这是美国登陆月球造假的阴谋论 好 给大家看一下一些资料 当然有些reference 好了,这里有些reference 为什么登陆月球 人们说是假的 这些reference就踢爆所谓的造假论才是假的 就是说别人造假过才是假的 好了 这些麻烦陈律师和汤文亮,你们可以看一下 有连续,你自己走去看 没有空气,所以意味着天空是黑色的 而没有星星,其实不是没有,星星是存在的 不过因为他太微弱,就看不到 而且你拍照的时候,你必须有决定要聚焦的对象 所以相机对焦在太空人上面是有道理 不是对焦是星星 好了,也有人说是假的 你看看这张照 这个美国国旗好像在飘洋 月球上不会有风,因为没有空气 所以应该不会在这儿,好像发着发着 但是事实就是,他看下去,好像是美国国旗 是飘洋着 其实事实不是 因为当他连麦旗刚被卡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受到干扰,并是保持着弯曲的形象 在影片里面,他也是来回挥动 好了,一篇报道,中文翻译 半个世纪以来,有些阴谷就说 事实不是这样的 是假的 他说,为什么呢 在 曾经IG发现一张照 就说,大家看看 岩士堂的太空虾和一些 光纹鞋底和鞋做了一些比较 标题就声称 脚印和虾的花纹是不匹配 证明登陆月球是假的 好了,让大家看看 不知道大家对这张照片有没有印象 他说,岩士堂 他说,太空虾的光纹鞋底和鞋 鞋底和鞋 以及他的鞋印和虾的花纹 鞋底的花纹是不匹配的 鞋底的花纹是不匹配的 和他的鞋印和虾的花纹 那邊的鐵文很快一天之內 有千多兩千個like 當然後來就更加多了 那個鐵文的用戶 Sawasbmes 就告訴usatoday這個傳媒 為什麼 HER的光滑鞋底和HER的鞋外面 是一個HER套 可以起到保護和保暖作用 所以這個原因就告訴你 為什麼HER的光滑鞋底和HER的花紋是不同的呢 因為其實在鞋外面是一個HER套 HER套就是一個保護和保暖作用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事實 其實這些很簡單的事就是這樣 甚至一些做fact track的人都駁斥了那些壞假的 其實有一個HER套在鞋外面 去保暖其實是很正常的事 可以起到保護作用 你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個HER套 然後就說他是做假的 原來這麼簡單的 知識都不知道 因為重要了 由兩位太空人搭上月頭的表面 他們的壓力HER套 那邊穿著那些要做月頭HER 吊著肚子 那更加多了 那那個貼文的用戶 叫做 So as me means S-A-W-A-S-B-M-E-M-E-S 就告訴USA2today這個傳媒 於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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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